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大陸有單新聞, 就是一個遺棄案件來的, 犯罪嫌疑人姓女的男人就以遺棄老爸為目的, 帶老爸由大連市坐火車去到達夫倫貝爾市海拉爾區, 而被遺棄的老人家雙腳凍傷,現在是醫院治療。 這新聞在南方都市報導出來, 而當地公安局8號接到邊境管理大隊的消息, 就說在他們管轄的區域裏面有一個老人家被遺棄, 而且受傷都幾重。 於是刑事偵查大隊就去調查。 經過查核在1月29號, 這一個犯罪嫌疑人姓女的男人, 以遺棄老爸為目的, 帶老爸由大連市坐火車去到達夫倫貝爾市海拉爾區, 去到1月31號, 他又帶著老爸坐出租車去到陳巴爾苦奇末日格勒河景區, 將老爸遺棄在一個觀景台後走了。 當日天氣氣溫極凍, 被遺棄的老爸雙腳嚴重凍傷, 現在就在醫院接受治療, 而這一個男人遺棄親人的行為。 而警方在9號亦都傳召這一個男人, 他就有認罪的, 現在就已經是刑事拘留了。 那其實在大陸, 如果你是不養自己的父母, 是犯法的, 你是一定要供養他的。 所以他這個行為呢, 遺棄自己的老爸, 那就肯定會被人拘捕的了。 那比較好彩的, 就是他只是遺棄, 而不是傷害他老爸。 那你都知道的啦, 這些人是什麼都做得錯的嘛。 好啦那今集呢,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見啦, 拜拜!